我只知道我殘失散 尽悲虚悔 三下夜盡却看见 大家好,我是周旋光牧师 欢迎大家来上这个ID 也就是找到命定的这个课程 首先我们要来看第一课 认知还有更多 生命是一趟寻找自己 发现自己的旅程 哲学大师巴斯克格说过 我们渴望生存 却未曾真正活过 大部分的人面对渴望 就像是走调的乐器 常常不是忽略压抑 就是为自己有过多的欲望烦恼 我们人生中有两个重要的问题 会驱动我们的渴望 也就是我是谁 长大后我要做什么 有时对未来 未知的欲望 是上帝放置在我们心中的礼物 藉由正确的引导 欲望呢 这样子一个渴望 能够开启我们的视野 驱动我们离开眼前短暂的安逸 追求梦想 与成长的一种神圣的渴望 圆安福音第十章第十节 耶稣说 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是否在你的心中 常有这样子的声音 我的生命应该不只是这样 我相信一定还有更多 我深信大部分的人里面 都有这样子无法逃避的渴望 有些的感觉跟想法 是一直存在的 它们来来去去 那种内心的不满足 让你渴望还有更多 在你心灵的深处 你似乎知道 你被造是为了要完成某件事情 而且是只有你 才能够做得到的 只是忙碌的生活常态 日复一日的 年复一年的过日子 让我们麻痹迷失 或者想要大叫 我们不要再为了工作而工作吧 如果这是你的话 我相信ID这个课程 是为你预备的 我们可能会同意去追求 别人的目标 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目标 或是我们还没有发现 自己的梦想 也可能觉得自己的梦想 太遥远了 所以我们就屈服 追求他人的目标 这样至少我们会有一个焦点 但是那个还有更多的那种感觉 那个渴望 是会再回来的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 你真的需要ID这个课程吗 你知道西门库博说 再也没有比追求他人的梦想的时候 更让人麻木不仁了 你是否发现 自己越来越没有办法 在过去曾经让你 很兴奋的事情当中 找到满足 我们真的忘了我们的梦想了吗 还是我们只是单纯的 因为周遭的吵杂声音 而分心了 我们会在某一个时刻发现 我们的生命即将来到终点 但是已经没有剩下多少时间 来完成真正对我们来说 重要的事情 可能是我们想到 我们的年纪已经越来越大了 或是一位挚爱的人离世 或是我们在工作的上面 非常的成功 但是却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 找到满足感 或者是我们不断的换工作 寻找让我们能够获得 更大满足的工作 我们就是在这样子的时刻 醒过来 终于发现我们安于赐好的 没有完全地达到神 所为我们预备的 这感觉就像是 一个空虚的人生 如果你对你的工作 失去了热情 我要告诉你 ID这个课程 可能是为你预备的 如果你一天当中 最精彩的时刻 是在看电视 或是在上网 我也要告诉你 ID这个课程 可能也是为你预备的 如果你看到别人 勇敢地追求他们梦想的时候 你的里面会感到兴奋 我也要告诉你 ID可能也是为你预备的 如果你有一个急切感 想要开始完成 神创造你要完成的事情 我要告诉你 ID可能也是为你预备的 如果你真的在思考 ID这个课程是不是适合你的 请你问问你自己 我的内心深处是否感觉 自己有更大的潜能 或是还没有实现的梦想呢 如果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话 那我要告诉你 ID就是适合你的 好不好 的话我们来花五分钟 来做一下一个个人练习 1-1 1-2 还有1-3 在学生手册的第七页 答案没有对错 只有诚实跟不诚实两种 我们就一起来做 这些个人的练习 现在请大家放下手中的笔 你知道我想要刻意缩短 大家作答的时间 是因为在时间的压力中 我们是本能的作答 而这样子的回答 是比较可信的 如果刚刚你作答的过程当中 大部分的答案是 是的话 表示你已经预备好 要来上这个ID课程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